HELLO 大家好 我是MINGDE 本來正在做另一款換皮的影片 結果被推送這一款的封測 那就開講吧 光系結語 開發商是K-Lite Studio 某公司為胡來遊戲 可以想像成類似騰訊、4399這類的公司 想擴展遊戲領域的對外投資 而台灣的代理是小萌 此時腦海突然出現左右為難的二選一 是想完左邊這一款看起來就知道的換皮垃圾遊戲 還是右邊這款小萌死神代理的遊戲 一邊是沒體驗跟片刻 一邊是可能有體驗但也可能有片刻 不過共通點卻是有極為相似的官服速度 只能希望未來上架後策劃能當個人吧 遊戲為塔房結合RPG的二次元卡牌養成 依靠劇情作為強驅動的類型 沒有自動巡路等機制 跟傳統RPG一樣需要玩家手動來完成 卡牌中的角色也會在過程中一一登場 藉此讓玩家能快速理解角色的人設 而對比很多只是單純讀過劇情 就繼續下一關的爛大街卡牌玩法 能讓玩家有個地圖探索 而探索的物品還能去商城兌換材料 這樣體驗下來的正回饋還是不錯的 未來也能配合活動拓展遊戲深度 而劇情方面的話 開頭切入戰鬥處理有點不太理想 且目前主線並沒有深度的刻畫 沒有特別吸引人的地方 如果未來要靠賣劇情建立人設 吸引玩家客進的話 這方面還需要加把勁 立惠方面 在近期介紹的幾款手遊中 也算得上精緻的美術了 如果你不認同 我只能發你去看我上一支影片了 然後再去複習一下 史神的靈壓 好好補補美術課 而講到這邊 如果立惠跟玩法上 讓你很有熟悉感的話 或許也不是你的錯覺 部分開發成員是來自另一款 夢境連結的原團隊 所以那款的探索玩法 也就一併繼承過來了 而其中也有些小缺點 有待改進 像部分角色的Live 2D還沒完成 會出現更換立惠後 從動態變成靜態 又或者長得一模一樣等 詭異的情況 而這問題從陸服的一二測就存在了 看得出來該團隊 從今年的2月招募後 到如今的改善狀況能有限 以及部分角色目前是沒有語音的 音樂方面我個人覺得也很普通 有點辜負這個美術畫面 戰鬥玩法為塔防類型 採用大頭娃娃的戰鬥方式 畢竟經費都用在例會上了 而職業為其他遊戲常見的設定 像是回費、補師、控制、輸出等 角色施放登場機的時候會有動畫跟特效 雖然也有部分的角色還沒有 不過看起來還算是不錯 而有些需要貼怪觸發的登場機 如果你丟在空氣區 就會直接空打給你看 這點我是希望未來可以改善 讓角色至少能對第一個碰到的敵人觸發 不然有時候不小心手歪了一下 就白浪費一次輸出了 而雖然是打著策略玩法 但目前體驗下來的關卡都跟策略無關 都只要靠傷害碰壓過去就好 畢竟相對怪也是靠數量跟傷害碰壓過來 所以像AOE的技能明顯就會比較吃香 還有這種可以無視出場上位就能全畫面攻擊的 對比前面地圖探索的玩法 戰鬥帶來的樂趣就略選不足了 而畢竟母公司都是在做換皮傳奇 也不能指望他們能給出什麼改善建議 傳奇遊戲的特點是什麼 就是賣數值追傷害也就完事了 什麼狗屁動腦的大屁策略都不需要 如果未來上架還是繼續這樣的模式的話 能吸引的玩家圈又會更少 而養成方面也是這遊戲的痛點吧 跟之前的鋼之煉金術式一樣 前期玩家覺得難打所以提升角色等級 但突破素材卻有卡在後面的關卡才能獲得 就必須要一關一關的乾過去 而如果你平均練度不夠的話 說不定還會卡在路上 而經驗跟突破材料的掉落率也不高 這點看來也是為了延長遊戲壽命跟書房開發壓力 其他就是常規的培養路線 目前只有節語、彈測器、符文、好感度 如果未來養成機制不夠度膨脹的話 倒也不算是過於複雜 不過有點值得吐槽的是它的重複掃蕩機制 有些也可以直接掠過收成 有些卻是重複播放上一次的操作 我至今還是不懂 到底是誰想出來這種折磨玩家的設計 然後另外有個家園系統 不過目前實裝的功能不多 除了布置家具以外並無其他互動要素 依照目前的開發進度來說 暫時也不期待能比招戰雙或者必然了 課金點方面 不考慮所屬獎勵的話 一單6480金石為3290元台幣 將近2比1 每10抽為800元 而角色50抽、武器40抽後 開始主次提高1%的出貨機率 角色80抽、武器70抽為小保底 相同類型卡詞會繼承到下一次 所以你臉黑的話 就是需要花費11200元到12800元之間 如果我沒看錯的話 想滿咪角色只要抽到6次角色就好 並沒有用各種地增碎片的方式噁心玩家 這點還算是好一點 其他就是各種補給禮包跟大小月卡了 這些課金內容在目前的手套上 要少一點確實有點困難 不過沒有什麼累衝跟各種VIP 就該謝天謝地了 結論 這遊戲作為內側來說還算行吧 看得出來借鑒很多以限手的玩法 美術跟戰鬥上雖然存在不少問題 但整體完成度還算是高了 至少不會讓人感覺是課金遠大於實際內容 而畢竟也只是小場 也不能指望每個廠商都跟米哈友一樣 把一側拉到接近公車的水準 然後總還是會看到某些神秘的發言 這遊戲有沒有自動掛機 自動巡路 害我都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了 感覺就像是你玩魔物獵人 卻想標配自動戰鬥 對於放置類的遊戲 市場上並不缺 如果真不知道就去元宇宙看看 想要的那邊都有 只要付錢就好 所以這款我並不推薦想幫手機找遊戲的玩家 想體驗策略的話 現階段我也不推薦 畢竟戰鬥這方面的硬傷是騙不了人的 就看未來公測有沒有機會改善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d